最近,中原大學禁止教授在課堂上說 中華民國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 雙方,你來我往,每天都有新的進展 而新聞媒體也不斷開支線,拼拼爆兩邊的料 讓事件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看懂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中原大學的中華民國爭議吧! この番組は、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でおねがいします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本週一,中原大學生物科學系的副教授 趙明威與民進黨立委何志偉召開的記者會 指控中原大學校方因為中國學生的檢舉 而強制要求教師不能在課堂上提到 中華民國還有武漢肺炎等等的用詞 他們認為,學校因為政治因素 干涉了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 因此要求相關的行政單位 務必要保障大學教師的工作權益 避免不當的行政主分 而中原大學也隨即提出聲明反駁說 校方從未禁止老師在課堂中提及中華民國 他們只是基於保障學生學習的立場 才會要求教師改善並且加強對教師的輔導 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瞬間引發了學人大波 大家都無法理解 為什麼在我們自己的國內 教授居然會被學校要求不能夠講中華民國 因此許多人開始聲援這位教授 並抨擊中原大學是在自我矮化跟舔工 在大家紛紛聲援昭明威教授的時候 中原大學也迅速反擊 馬上通過媒體公布了昭明威老師上課的影片和竹字稿 輿論風向似乎出現了變化 我們先簡單的看一小段片段 三聚親安 三聚親安可能在座吃的東西吃的人都多 可能在透過攝影機對另外一些同學 他們吃的可能比較多一點 對呀你知道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教授在上課的時候指出 新冠病毒就是源自於武漢 認為中國一定有隱瞞疫情 並且還在講完中國的毒奶粉事件之後 直接對著遠距上課的中國學生說 對就是在講你 因此中國學生奮而決定向學校投訴 這位老師上課的言論不當 那原本聲援教授的人在看過這段影片之後 也有不少人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聲援錯人了 因此反過來批評這位教授有錯在線 但不知道大家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一開始大家對於這個議題這麼的氣憤 不就是因為學校禁止老師在課堂上講到中華民國嗎? 但這段影片中完全沒有提到中華民國 那學校禁止講中華民國的爭議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這個部分是出現在後續的發展 根據立委提出的資料來看 在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訴之後 老師很快的寫了一封2000字的長信 向學校解釋說他沒有歧視的意圖 不過學校還是認為他應該要在課堂上面向學生道歉 那在這個道歉的影片中 張明慧教授強調自己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台灣的教授 並不會歧視任何人 但如果上課的言論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話 他很抱歉 並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文化的不同 造成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狀況 但歡迎學生表達任何的意見 因為台灣是個有人權的地方 那今天我們先不討論這段道歉的內容 因為根據立委的說法 當事者,也就是那位中國學生本人 根本就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只是因為在這個影片發出去之前 學校就搶先把他擋下來了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小段影片來解釋 原來是學校認為教授的這個道歉不合格 而且在跟中國學生道歉的時候 還特別強調中華民國是沒有智慧的 因此提醒老師,如果他再不好好道歉的話 就要將他轉送教學倫理委員會 最後,招銀威教授只好再道歉一次 我指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來自於武漢 其實這個地點目前有待上去 第二,老師在課堂上推測中國死亡的人數 可能不止3000人,至少上萬人 與TBHO的官方說法的死亡人數不符 所以在對比上本人認為 學術其實是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因為目前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 如果確實妄下定論的話,肯定有點太短 至於道歉,大陸同學的不舒服 老師感到保持 那從這個影片中就可以看到 他這次就是拿著講狗照念 而且講的內容也很保守 甚至是推翻了他第一次上課的內容 那在這個第二次道歉的一個月後 就來到了這次真影的開端 也就是招銘威教授找了立委來開記者會 指控中原大學因為政治因素 侵犯了他的學術自由 但在看完這次真影的來龍去脈之後 我們認為這當中其實有兩個點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那就是教授上課時的言論有沒有構成歧視 以及學校是否侵犯了老師的學術自由 這次的事件會爆發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學生認為 趙明威在課堂上面的發言時來歧視他 所以我們先來討論看看 所以老師在課堂上面的發言究竟有沒有問題 在校方提供的逐字稿還有影片當中 老師說中國人毒奶粉吃比較多 中國隱瞞武漢肺炎死亡人數 中國人愛吃野味等等的訊息 有的可能是客觀事實 有的可能是刻板印象 但大部分的人看起來 他的態度確實是滿有嘲諷的感覺 那麼這樣子也算是歧視嗎? 不過有前我們曾經在那個愛麗莎莎 想要找原住民的那一集 剛好有討論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差異 主要就在講說,要構成歧視的話 有沒有做出差別的派遇是一個判斷的關鍵 有些人認為,以目前的資訊看來 其實我們無法確定老師是否有因為這些想法 而對中國學生做出差別的待遇 例如把他的分數打得比較低 或是要求他要找比較多的作業等等 所以有點難直接認定他要歧視學生 但也有人認為,光是他直接點名特定的對岸同學 說他吃的毒奶粉比較多,讓他當中出糗 這個行為本身就足以構成一種差別的待遇了 而持這一派論點的人,多半認為 老師的問題主要是他有一個明確的指涉對象 因為就算中國人確實有吃比較多的毒奶粉 愛吃蝙蝠、野味、政府又老師隱瞞疫情 這些負面的標籤也不應該要強制的連接到單一學生的身上 搞不好他本人也因此深受其害,很看不慣這些事情 但老師卻把這些大環境的問題 通通讓一個學生來承擔,確實是還滿不恰到的 那接下來是學校有沒有侵犯到老師學術自由的問題 首先,學術自由其實有包含到講學、研究、還有學習這三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的概念,其實都一樣是希望可以保障師生或是研究者 讓他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在學術上面發展 而不會受到任何一種權利的約束或是干擾 尤其在講學自由的範圍 特別指的是在專業領域內研究所得的知識 都有傳授給別人的自由 所以如果招命威教授在課堂上的發言 是建立在他的專業知識上的話 那就應該要受到學術自由的保障 舉例來說好了,以他獨物醫學專家的身份來看 他認為武漢肺炎在中國的病例可能比實際上更多 或是中國有很多毒奶粉的狀況 這邊都可能是他專業研究所得的資訊或知識 但是台灣人喝比較少、中國人喝比較多 這句話就跟獨物醫學的這個專業其實比較無關 因此這邊其實就不太屬於學術自由會去保障的地方 好的,那話說回來 這次學校有侵犯到他的學術自由嗎? 根據剛剛的討論 如果學校禁止他講專業領域內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有侵犯到他的學術自由沒有錯 但看起來,這次學校一開始要求他盜竊的原因 其實也包含了中國人喝比較多毒奶粉這一類的言論 平心而論,這句話確實是會讓特定的學生感覺不舒服的 而就算沒有這句話 教授的專業論述內也不會因此就不完整 所以學校要求他改進 似乎也不至於真的有侵犯到講學自由或言論自由的問題 但老師第一次道歉後的約談 學校卻主動額外加碼要求他不能講中華民國這幾個字 那這就比較有爭議了 有些人說,趙明威說中國人喝比較多毒奶 我是中華民國台灣的教授這些內容 同樣的都跟專業無關,所以學校不准他說這些 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另外一邊的人認為,學校這次要處理的 應該是歧視或騷擾這種偏向主觀感受的問題 結果他們竟然搶在學生還沒看過道歉影片之前 就非常熱心的幫他覺得 聽到中華民國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樣幾乎可以說是言論審查的行為 明顯就是侵犯了老師的言論自由 也就是說,學校等於是自己把事件的爭議弄得更大 加入了更多意識形態的問題 而且在教授第二次道歉的時候 還推翻了自己原本的專業判斷,改口說 我之前推測中國的死亡人數至少有上萬人 我不該這樣妄下定論 如果這是因為學校的要求才改口的 那學校確實就滿有侵犯學術自由的疑慮了 我們這次研究完這個爭議的來龍聚脈之後 發現在這個事件當中 其實教授還有校方的行為 都有一些不太恰當的地方 例如教授在課堂上面說的話 我確實是覺得蠻尖銳的 同樣的意思,同樣屬於專業範圍的領域 它應該可以有其他比較緩和的表達方式 而學校的部分,在解決師生衝突的時候 主動在自己的國家內 要求老師不能講出國家的名字 也反而讓爭議弄得更加難解 那等事情鬧上新聞之後 大家關注的焦點 變得都集中在中華民國這種比較偏向政治的部分 而且還像是歧視或是學術自由的問題 也就在這一波的論難當中 強硬的被人一起劃分到兩個壁壘分明的立場 一邊覺得說 中華大學竟然禁止自己的老師講自己的國家 實在是太可惡了,那我要力挺教授 而另外一邊則是認為,教授自己有錯在先 所以學校要求他好聲好氣的道歉並沒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我們也理解 在中國跟台灣的這種敏感關係底下 這類型的爭議很容易就會演變成意識形態或是政治的問題 甚至這位教授一開始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也是以中華民國被校方打壓,來作為新聞點 然後吸引大家的關注 那這樣的策略或是判斷 我們認為也不一定真的有錯 因為政治本來就跟生活中的每一個大小事情 緊緊綁在一起 或許他認為自己是因為意識形態 才被學生投訴或是恐嚇的 又或者是他覺得學校的自我審查證太誇張了 所以決定跳出來揭發 但我們覺得,社會旁觀者在評論之前 先掌握的資訊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很容易會因為立場的關係 做出偏差的判斷 覺得事情一定是某一方bad、某一方good 但事情真的都是這麼非黑即白嗎? 當這個新聞爆出來之後 我們看到有不少媒體或是鄉民 開始挖掘出兩邊過去的爭議紀錄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那些事情不該被討論 但我們認為,大家或許可以試著去釐清說 有沒有哪些問題和爭議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因為如果我們總是讓立場和情緒走在最前面 其實很容易就會不小心違背了自己長久以來堅信的價值 以這些事件來說,除了國族認同之外 我們也同樣很在乎人權、自由、學術相關的議題 不過最後也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這個事件中,還有很多是我們無法求證的地方 例如,學校跟教授約談的完整內容是什麼? 學生的深入性到底有沒有恐嚇老師等等? 所以目前我們只能先以我們可以掌握的訊息來評斷 但實際的狀況呢 可能還是要以教育部最後的調查結果為準喔! 好的,那最後我們想要來問問大家的是 在這次爭議中,你最不能接受的地方是什麼呢? A.我不能夠接受老師上課的言論 B.我不能夠接受學校的自我審查 把中華民國給消音 C.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中原大學怎麼了!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說武漢肺炎是不是歧視 以及性別歧視該如何界定?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